三點五十一分的時刻 洛茲的個夢 我看一下這啊 總共在深圳的城中城裏面 好多的那個 買那個小電池 因為有些人用沒電 沒電的一個就 人家是需要電池嗎 後來政府公民說不允許人家 但這個業務人家好多就是這樣 用買電池到處自己的亂串 然後我也自己是自己 看看體驗品被人家罪得要命 這個是政府經營的 民間不允許產業 電池就是夢 那個夢裏邊說的電池是紐Q電池 紐Q電池 現在主要是前陣子 比較熱的 比較糊塗的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 說說環保 這個是打造環保的幌子 政府在經營 政府在經營 個人是沒辦法參與的 為什麼 個人參與的會會賠本的 肯定會賠本的 因為政府壟斷這個事情 它以補貼的名義 把國家的錢拿出來 然後送到個人手上 就向他行賄 向個人行賄 然後人家買他車 有補貼的 這種事情只有政府才能幹 個人是沒法做的 沒法做的 是這麼一個狀況 我好像是在1998年 1998年 確實二十多年前了 二十五年前之前呢 我就在中國環境報上發表個文章 就講那個電動車並沒有環保 因為那個電子它本身就是一個污染物 要處理它很困難的 實際上從來沒有 從來 不會是一個很正的 完全是有力的一個東西 孟主告訴我 這個是政府在行 不是因為它有 真正有好的效果 人家在用 它是由政府的高額補貼 然後人家才去買它的 如果沒有補貼的話 是不會有人去買它的 即使有個人在買的話 也是被誤導了去買 是這麼回事 是告訴我們 這麼一個事情 孟主告訴我們這麼一個事情 好 那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見 иты 策劈 策劃